第二段来跟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宪法跟人权的议题 我们前面前一趴呢 我们先从什么叫做人 公法人这个角度来做思索 那有关于人在法人当中的定义 比方说有关于自然人 这个我们在明法的时候会细细地去聊 比方说要聊怎么样子来夫妻分配财产制 遗产要怎么分配 遗嘱要怎么写 这个都是明法当中非常实用的东西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后来一趴我们就讲到了三代人权 这个是第一册当中啊 肯定会结合历史来谈的脉络 第三段我们今天要介入到宪法实体了 也就是对应到我们讲义当中的第六单元 那如果你今天是印纸本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 在主题六当中 我看一下这个叫做 人权与宪法主题六 你自己把公民翻一翻翻到主题六 人权与宪法的地方 一样后买处都可以整理 比方说在讲义当中的后面 我们都会叫小民笔记的地方 那个一大片的那个白白的 是不是 那个地方都可以整理 小民笔记 我记得在后面一页应该有吧 最后面一页是不是 有吗 在六十三页的地方 好了 那宪法与人权 当然我们认为 光有人权不够 因为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所以宪法它可以将人权真正的落实 好 在国中的时候啊 国中公民都好喜欢跟我们说 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 到高中我就要问 妈 是妈 所以照国中的定义 只要有宪法 人权就可以获得保障 然后它就会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来看看这个逻辑 严不严谨 好 先回答我圈圈叉叉就可以了 这个双向箭头呢 如果都共通的 它就会是等号 OK 如果不是共通的 那就是一边可以通 另外一边不能通 那就不能画上等号 对不对 好 好 好 来 第一个问题是 民主国家一定有宪法 圈圈或叉叉 第二个问题倒过来 有宪法的国家一定民主 圈圈或叉叉 圈叉叉 这样就可以了 来 妹妹 请说 民主国家一定有宪法 听起来如何 真爱叉 叉 好 来 那有宪法的国家一定民主 叉 两个都打叉 好 很好 那妹妹你觉得呢 民主国家一定有宪法 圈有宪法的国家一定民主 叉 一个圈一个叉 那妹妹你觉得呢 民主国家一定有宪法 圈来叉 圈有宪法的国家一定民主 好 这样子听起来 我们先姑且信之 姑且信之的意思就是 我先相信有民主的国家 只要是民主国家 他一定有宪法 可是有宪法的国家呢 却不一定民主 于是要给我一些证据 来论证 好 有关于民主国家一定有宪法 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讲 我想先倒过来说 有宪法的国家一定民主 所以你在逻辑推论上 只要找到一个国家 他有宪法 但他不民主 他就可以作为最好的证据了 OK 好来 所以给我一个证据 妹妹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好 不知道举什么国家 举他就对了 对不对 反正中共就会是 独裁政权的代表 不只中共啊 您知道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 也就俗称的北韩 他有宪法 OK 然后呢 但是这种国家都不会民主 好嘞 于是你可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宪法 但是他是独裁 所以这个地方差 好 那有民主国家一定有宪法 这件事情我刚才说 我们之后讨论 为什么 因为宪法 如果连一个民主 一个国家 他连宪法都没有 他不可能号称他民主 因为民主国家的宪法 我的权利要拆开来 不可以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小的时候 我其实就有一个梦想 要念法律 要能够成为律师 甚至要能够成为法官 因为从小看不惯 很多不正义的事情 我觉得当法官最好 有一个锤子可以敲敲 你闭嘴 shut up 锤子还可以往下扔 这个叫维持法庭秩序 可是你知道吗 身为一个小时候 我们是读三民主义长大的孩子 我们的独到认为的公平真仰 其实很变面 我从小会起爆 我想要当法官 并不是看了什么 韩剧日剧 什么再讲到什么 律师失控的陪审团 等等之类的美剧 没有 我人生第一部接触到 跟法律有关的电视剧 是华世超长寿的连续剧 叫做包青天 小时候我看了包青天 我就觉得他就是全部 觉得包青天好威武啊 他是什么 开封府的府影 开封府影就相当于 今天的开封市市长 就像台北市市长 首都市长一样 来孩子我问你 开封府市长 他相当于今天 行政立法司法的什么权 应该是个行政权 对不对 包青天很忙 他每天要去处理 有关于开封府 大大小小的事务 比方说开封府的大巨蛋 盖好了没有 开封府的棒球场 有没有问题 开封府的U-bike OK 这个都是他要忙的问题 可是处理公务 处理到一半 就会有人来敲那个鼓啊 几鼓鸣冤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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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大喊包大人 完翁哦 冤枉啊 有冤情 来 这个时候包大人就要先停下手边的工作 去让这一位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按铃申告 以前就有几股鸣冤的人呢 来到包大人面前 接下来 你看过包青天一定知道 要喊一声 声唐 然后呢 进来的人呢 就一定要先双脚双膝下跪 草名参见包大人 听懂了没有 你叫草名啊 因为你像草一样 箭 不值钱 要先讲草名 参见包大人 包大人叫做起早八草 你怎么罗里八 说你最好是有重要的事情啊 没重要的事情 先打十大吧 你注意哦 古代的官就是这么有官 我也有 什么叫做值得告的事情 好了 比方说刑事案件 杀人强调 这可以商告 可是呢 如果是你朋友欠你钱不还 这个不能告 古代民法的观念其实很薄弱的 知道吗 所以才会有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最好你家里发生家暴 你们自己解决 OK 不要来找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时候呢 你说哎呀包大人 昨天草民女子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隔壁的老王突然翻过了我家的围墙 进到家里呢 进行行窃 竟然摸走了我柜子当中的十万元 接下来他见到我睡觉的时候 屁股翘得高高的 他竟然一时心生歹念 去摸了我的屁股 我当场大喊 Me too 可是他看到我把我霸王硬上宫 直接把我扑倒 并且在未争得我的同意之下 他强暴了我 这叫妨害性自主 好了 接下来呢 又说他犯了窃盗罪 好的 这个时候包大人该如何处理啊 听到这里你就发现了 包大人他一人分事多角 因为现在他突然变成了什么 包检察官要负责进行什么 刑事案件的调查 窃盗罪跟妨害性自主 都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罪 换言之只要国家检察官 一知道有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必须要主动调查 包检察官就去搜集证据 搜集完证据了之后 罪证确凿 他将隔壁的老王提出公诉 注意我们这个东西在刑事作用流程 我们都会讲哦 接下来到哪里提出公诉 开封府 由谁来当法官 包青天他变成了包法官 接下来包青天要很清楚 不然他会角色错乱哦 包法官坐在上面 穿着包法官的法袍 就对着老王说 老王你可知罪 哎呀包大人 我昨天家里睡好好的 我根本就没有 怎么会是我老王呢 他会被侵犯 你怎么不去找其他人呢 你怎么不去找nonon呢 他不是很喜欢乱伤别人吗 对不对 你可以去找炎亚伦呢 为什么是我呢 好了包大人就你不认是不是 包检察官拿出第一道证据来 第一道证据是什么 叫做监视器 你先别管宋朝为什么这个东西 我只说我小时候看了这个东西了之后 让我觉得包大人很厉害 监视器清楚拍到了 老王啊 越过了这一道墙 但老王的律师呢 就说 不不不不不 那肯定是什么 撞脸了 你也知道 这年头啊 很多人有popular face 有同学跟我说 他们是姐弟 而且还差三岁 可是爸爸妈妈 几乎是三年之后 用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版 就是姐姐生完了之后 弟弟 然后弟弟呢 他跟他姐姐长超像 理由是什么 因为呢 他用那个 这个手机的解锁 他可以直接用他的头 去解他姐姐的手机 这够像了吧 可以骗过手机 重点来了 popular face 大众脸 的确 光有监视器还不够 还要有其他的证据 妹妹你觉得是什么 现代科技 如果你是检察官 有什么东西 几乎可以认为 那就是老王干 很好 指纹 因为切到一定会留下指纹 所以就在 这个床头柜当中 满满都是老王的指纹 还有在什么 这个草民的屁股上 满满都是指纹 各位 这时候呢 切到成立 妨碍性自主呢 更需要有什么 更需要有相关的证据 总之 当今天 法官丢出第一道证据来 接下来 他不认 法官就说 来 那检察官丢出第二道证据来 都先忘了说 你知道 每丢一个证据 包大人就必须要脱掉 他的法官袍 然后里面穿着检察官袍 先冲到下面 先去丢证据 然后再跑上来 再穿上来 再脱下来 再跑下去 包前天很喘 OK 现在包大人呢 丢出了第二道证据 还有第三道证据 一道一道的堵住 好了 好了 这个时候呢 老王终于认罪了 他说 包大人啊 念在我是初犯的立场上 请原谅我啊 包大人 我玩玩哦 我只是第一次 我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好 这个时候 包大人呢 就说 岂有此理 在我开封府呢 已经有好几个礼拜 没有发生过窃案 差点就要打破啊 我当官的记录 竟然怎么样 给我作恶多端 来啊 我来看一下 大宋律法 妨碍性质主家窃盗罪 该当何罪 一般 很抱歉 法律没有规定 怎么办 那时候也没有me too运动 没关系 包大人 他妈自己立法 他可以身兼 113位立法委员 还不需要经由总统公布 马上就可以生效 负责执行 知道吗 我们来看看 包青天如果活在现在 他身兼行政 司法 立法 还有法务部底下的检察署 各位 一人分尸多奖 这个完完全全破坏了 权力分立 你要想 今天是老王犯案 那万一今天是包青天 他自己去 跑到草民的家中 去行切妨碍性质主呢 那不荒谬 那整个法庭都是他 知道吗 原告是他 被告也是他 然后呢 法官也是他 他就判他自己无罪 有没有 看到了吧 这就是中国古代人质之下的法律 第一点 你要先确立 有没有权力分立 如果有 他可能是民主国家 中国有吗 很抱歉 中国没有权力分立 中国是权力合作不分立 什么意思 中国有一个立法机关 有 但是他没有监督行政权的功能 什么监督行政权 你看我们立法委员就知道了嘛 用什么东西来监督行政权 吵架 打架 丢水球 立法院被砸乱七八糟 在行使他们的监督权 可是你觉得中国会这样吗 不可能 中国哪有什么监督权 中国你敢去监督习近平吗 你敢监督国务院总理吗 你不敢 所以立法委员在中国来讲 叫做人民大会代表 他们用什么来决定 拍手来决定 用举手来决定 所以呢 这种东西啊 在我们看来就不叫权力分立 因为没有监督 第二点呢 来 光有权力分立 还不够哦 还要有什么 落实人权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第二个 落实人权最好的方式 叫做违宪审查制度 什么叫做违宪审查 在以前叫做大法官实现 现在叫做司法院大法官裁判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国家 有一个职位叫大法官 他可以宣告某某政府机关 做的行政命令或法律 违反宪法的话 那才叫真正的民主国家 哦 当然你还可以加上第四个 也就是我们下一堂课 要讨论到的选举 也就是定期选举制度 我们可以用这四个标准 来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于是我回到一开始的提问 国中老师都告诉我们 宪审是人权的保障书 国中生知道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他们比较纯真 高中生如果你还认为是这样 那各位太遗憾了 这个命题从问号要被打叉叉了 因为宪法是不是人权的保障书 不能看有没有宪法 而是要看它有没有符合这四个要件 如果这个国家有权力分立 落实人权 违宪审查 定期选举 我们才有资格说 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 那当然你要做到这四点 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规范 要用宪法来规范 因为宪法是所有法律层级最高的一项 那我们就要从宪法当中拉出来 讨论几个重要的原理原则 第一个宪法当中重要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呢 称之为叫比例原则 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写素养题的时候会用到 什么叫做比例 比例就是指分寸的意思 凡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 都要有一定的限度 这叫做比例原则 那么一个国家当中 我们来判断国家的法律跟政策 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 它有底下三个子原则 这三个子原则分别是什么呢 要依照顺序来理解 第一个称之为来很重要 第一个比例原则 它是指做任何事情要有分寸的意思 可以 好 再来呢 底下比例原则必须要考量的子原则有什么 第一个叫做手段能否达成目的 手段能够达成目的符合比例原则 手段不能达成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 比方说小学的时候常常会被罚超 如果写错字 可不可以达到纠正错误的目的呢 可以 罚超是为了要结局你写错字 手段可以达成目的符合比例原则 过关 但是你会发现小学老师 叫你们罚超常常会有很多荒谬的原因 比方说你讲三字经 老师说你讲三字经给我罚超 我不讲脏话写一百遍 那这件事情就很奇怪了 相信你以后当老师 你当家长 你要这样处罚孩子吗 我用什么来骂脏话 我用嘴来骂脏话 结果你惩罚的是我的手要罚超一百遍 妹妹听到哪里怪怪的吗 叫手段无法达成目的 听懂吗 所以第一个比例原则就不符 那为什么小学老师会教你这样子做呢 因为那时候你们还不懂事 还没学过比例原则 知道了吗 但现在你要知道了 你是小学老师 如果孩子讲脏话 以后要怎么做才符合第一个程序 手段要达成目的 就是打烂他的嘴巴 知道了吗 手段就可以达成目的 就看他那也太勇了吧 对 第一关可以过 但不见得可以过第二关 OK 这个要依照顺序来讲 第二关是什么 第二关叫做侵害最小性 也就是在多种惩罚的情形下 我选择一项侵害最小的 比方说老师可以选择打烂你嘴巴 可是让你嘴巴废了 而且老师也会被告 那老师如果选择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今天下课我不许你跟同学聊天 哇 这对小孩来讲是个惩罚 因为呢 他就想要动嘴巴 下课还不能聊天 每次他想要张嘴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他是因为讲张话 所以才不可以张嘴 这时候呢 如果我只惩罚你一天 我只惩罚你一节课 我只惩罚你一个上午 就可以让你学到教训 以后不要随便出口成章 这个时候就符合侵害最小性了 好 第三个呢 来 最后一点 当你今天符合了第二阶段之后 你还要去衡量最后达成的公义 OK 要能够大于思也 也就是你惩罚之后所带来的避害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是不是讲 哎呀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利 有弊 对不对 于是呢 今天如果我们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三种判断的标准 旁边写上一二三是一顺序来判断 第一关过了看第二关 第二关过了看第三关 好 如果你今天呢 要来理解这一段话 让我们透过实际上几个案例来判断 第一 酒驾这件事情在台湾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孩子知道 你们18岁了是可以考驾照 那考驾照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台湾相对容易 在台湾考汽车机车驾照是18岁 在美国啊 16岁可以考驾照 日本也是16岁 好来 但是呢美国有这个规定 他们考汽车驾照 跟机车驾照 是考汽车比较简单 考机车比较难 这怎么跟我们理解不太一样 我们好像18岁 第一件事情都是先去考摩车嘛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再去驾训班去学汽车嘛 照理来说好像学汽车比较难 是的 汽车的机械操作原理比机车难 可是 机车造势死亡的机力比汽车高许多 所以在美国的驾车逻辑认为 一个人他要骑摩托车前 他要先学会开车 开车满两年之后才给你去考摩托车驾照 这样你骑摩托车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汽车的死角在哪里 我们常开车的时候 都觉得那个马路三宝在乱转 可以很恐怖 比方说你要右转 摩托车呢 就会抓准要右转的这个时机 从旁边这样钻过去 你知道那一钻哦 你会吓到 开车会吓到 因为就擦那个眼里要撞到他的车尾 他觉得他可以过 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撞 是不是 那撞了之后呢 谁会比较惨 当然是他嘛 他会被撞倒 没事 我开的是德国的车 最耐撞 可是问题是 那你难道心里不会吓到吗 你难道不会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吗 这其实就是怎么样 在我们台湾的摩托车驾照的人 他没有办法从汽车的人来去理解死角区 那就更不用讲大车了 大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外轮差 比方说连接车 他这边过去了 可是这边会从这边过来 简单来讲 如果你是一台摩托车 你跑在这个大车的右边 你看他车头过了 你觉得没事 可是后面这个会有内轮差 从这个地方过来 你就被他卷到车子底下去了 所以很多大学生 18、19岁意外死亡几率特别高 祝你们长命百岁 以后考到摩托车驾照的时候 先去练一练 不要一开始就去载妹子 不要一开始就去载同学 那种都会有遗憾 第一 会不会考驾照 会想考驾照 考到摩托车驾照 第一件事要载谁 载女朋友 你看 这太糟糕了 我先告诉你 在座女孩 要判断一个男人 值不值得让你来载 先看他的摩托车 如果是亚马哈近战 10万12万的 我就要做 不对 太表象了 知道吗 要先看这台摩托车 有没有摔过的痕迹 没摔过 千万不要做 知道吗 比方说 抵买了12万的进站 才考到驾照两个礼拜 偏偏驾照又是用鸡腿换的 你敢做吗 我不敢做 我坐上去 就是第一个被你摔的人 知道吗 你还有前面龙头可以抓着 我摔出去的时候 自己互作喷飞 那多危险 OK 好 建议你先从阿嬷开始在一起 这样就不敢骑太快了 知道吗 第二件事情是 如果这个摩托车 是有摔过的 而且摔过很多次的 先看看你男朋友 健不健康 如果手脚都健在的话 代表怎么样 虽然摔很多次 可是他人品好 摔不死 你可以坐坐看 虽然摔了 但你应该也死不了 你懂 叫经验法则 什么车可以坐 考上驾照的 他买了一台 不是买了一台 他借了一台车 后面的车牌是绿色的 那叫50cc的 前面还有菜兰的 跟阿嬷借的 知道吗 那个急速可以骑到35 然后脚踏车 所以往后面超车过去 他回过头来骂你三字经 说你骑那么慢干嘛 这种车最安全 摔不死也摔不伤 你懂吗 比脚踏车安全 所以你看看 是不是我们都觉得 哇摩托车一定要做最好 不一定 先摔过再说 没人骑摩托车不摔车 在台湾骑车摔车的 几率百分之百 知道吗 有摔过才学会 怎么样子骑车 这就是最怪的逻辑 你不觉得台湾摩托车 考驾照 就在这个家训班 那么绕一圈很假掰吗 真实的路上要考驾照 我如果制定法规政策 我就说 现在给你一台摩托车 先从新北市的平林 骑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 OK 能够顺利骑到宜兰头城 还没死 恭喜你 驾照给你 知道了吗 那我告诉你 通过率就很低了 当然没有 因为九弯十八拐 每个弯道 各位 可能大家都摔成一片 这才叫真实的中华民国道路 德国考汽车 没有驾训班 德国的考试 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在路上路考 台湾的汽车一个月考到 德国三个月到半年 有人考一年 有人考两年 就是考不到 你考不到就一直考一直考 考到你可以考到为止 所以德国的高速公路 为什么没速限 因为他们可以保证 今天走上路的汽车驾驶人 是有正确的行车观念 这一点 其实像我常去日本自驾 其实像我们现在去日本 我们不会去什么东京大阪 因为你去到腻了 比方说我去日本 可能去福岛 去山形 去千叶 去磁城 看吧 这些地方你应该没听过 这些地方自驾最好 然后就开车 可是日本是右驾 右驾会有什么问题 一开始你会不习惯 那么像我们左驾习惯了 上车了之后 都会有些惯性动作 右驾一上车了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安全带 所以我坐上去日本的右驾之后 惯性动作是抓安全带 结果一抓就抓到空气 因为现在坐在右边 左边是空气 坐在右边 不好意思 安全带在这里 第二个呢 我要撸排档 进排档 结果我又动我的右手 要进排档 发现右边呢 这样打到窗户 不对 排档现在在左边 那车开出去了之后 还好 油门跟刹车的位置 是全世界统一的 如果相反 那就非常危险 所以我告诉你 开出去 马上就出事了 怎么出事呢 就是你到了转弯口的时候 你要转弯 转弯要打方向灯 你知道 台湾的方向灯跟日本方向灯的位置 是左边右边相反的 所以我们就惯性地用台湾打方向灯的位置 一打 结果呢 在日本方向灯的位置是雨刷 天气超好 结果你转弯 不打方向灯 然后雨刷一直在那个地方 刷来刷去 你看到了那个经验法则 那绝对是台湾人 然后中国驾照据说在日本 好像比较难开到车 台湾驾照在日本是准时的 所以来如果今天我给你的这三个判断的准则 我要你能够填上它叫什么 自原则的特性 好来我们看看 手段如果可以达成目的 代表你这个限制人权的措施怎么样 是适当的 手段不达成目的就没有适当 第二个 侵害最小 也就是多种侵害人权的目的当中 有一项侵害最小的 代表怎么样 代表呢 它必要 第三 公益大于私益 代表你经过机会成本的 衡量 经由衡量之后是OK的 好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来 判断比例原则的时候呢 有适当性 必要性跟衡量性 三个子原则 它的定义在后面 在前面白色字体写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把它背起来了 这没有什么 十之八九都考这个东西 一二年呢 也考过了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基本配备 好了 比例原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来 叫做法律优位原则 或者法律 应该说 或者另外一个称之为 叫法律保留原则 好 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些最重要的原则 我一次上课 我大概就介绍个三个左右 那代表我们原则有超过十几个 好 那慢慢选 法律优位跟法律保留原则 这两个原则有什么不同 我写了一个 yes 那其实不是对抗的意思 是两者之间的确是有一些分类上的不同 第一个 法律优位原则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所有的法律当中 宪法的位阶最高 宪法的位阶高于法律 高于命令 根据我们对国中公民的认识 宪法最初的制定是在中国大陆 一个叫制宪国民大会的机关所制定的 所以我们要修改宪法 其实难度很高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法律的修改是来自于我们的立法院 三读通过 由总统公布 狭义的法律 所以 法律之下 还有一个叫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是什么呀 行政命令就是 行政机关所颁布的 称为行政命令 但身为高中生 这还不够 因为在行政命令之下 还有地方政府颁布的自制条例 自制条例是什么 你可以想象自制条例就是地方议会 它通过的法律 但只适用在这个城市 所以把条例圈起来 在中央 法规名称有条例 一定要立法院通过 在地方政府用自制条例 代表要有地方的议会通过 什么时候会有自制条例 那当然是跟地方自制的市场观 比方说环境保育 台北 新北跟桃园 早就用什么呢 早就用塑胶带 而且丢垃圾的时候 是要用专用垃圾袋 你不能随便把垃圾包一包 丢到垃圾车去 你会被罚钱 那这个是要由法员移居的 各个县市有它的自制条例 这个是由议会来通过的 那你注意 桃园市议会通过的自制条例 不能抵触中央的行政命令 这个法律的位阶 就称为法律优位原则 所以现在你多记一个 叫做自制条例 它的位阶是最低的 也就中央法规 是大于地方法规的 好了 来叫法律优位原则 第二个呢 来叫法律保留原则 它是什么 它是指 所有侵害人权的事项 必须要由法律明定 一般来讲到这里 就是有听没有懂 一知而半解 这样的读书方法 在考试的时候 答错率依旧非常高 因为你光记这个定义啊 恐怕还不足以解所有的题目 所以我现在就要来更进一步的 用几个方法来协助大家体会 什么叫做法律优位 比方说 在英文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no is no 法律保留原则 在英文上面有一句话 yes is yes 好来慢慢理解这句话的意涵 什么叫法律优位原则 就是法律说不可以才不可以 什么叫法律保留原则 叫法律说可以才可以 所以法律如果没说可以 就是不可以 这个如果你觉得复杂 我们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来说明 me too可以列入你第一次模拟考题 这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模考就是很喜欢跟风 但你知道在我们台湾 要能够构成性骚扰法律 其实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可是又存在了一条模糊的空间